好,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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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程 佛道无上誓愿程 好,请放涨 请打开十八页 不是十八页,十六页 倒数第三行 十六页倒数第三行说 说中间说 若起正真波热观照 一刹那间妄念俱灭 如果能够用这个真正的波热观照 一刹那间妄念俱灭 妄念就是说这个妄想 我们的念头 然后妄念俱灭 若是自信一物极致佛地 妄念就是说我们对于无名跟妄想 叫做妄念 若是自信一物极致佛地 如果了解我们自己的本性 菩提自信本来清净 那么能够一物呢 就能够到佛的心地 所以法院经说 若人欲智欲是佛境界 当境其一如虚空 就是说要清净自己的心意 像虚空一样 所以这个如果能够了知自己的自信清净 犹如虚空 前面说世人妙性本空 无有一法可得 那么妄念灭 然后自信空 那么这样呢 就能够到佛的本源心地了 三知识 智慧观照内外明测 世智本心 那么用智慧观照内外明测 就是自己的内心还有外境 都能够明白 明白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那么能够了知自己的本心呢 本心呢 是自信清净 若是本心即本解脱 如果能够了知自己的本心呢 本性本来清净 那么这个就本来解脱了 就像二主呢 见这个达摩祖师出主的时候呢 我心不安 心不安 那么出主就跟他说 你心拿来我帮你安 对不对 那么三主呢 见二主的时候就说 我心的烦恼束缚 那么他就问说 谁绑着你啊 谁绑着你啊 对不对 那么心本来没有形象 心本来清净 心没有形象 心本来清净 怎么绑得住呢 比如说我们绑一只狗 绑一棵树 那么有形象的东西可以绑得住啊 对不对 一只狗在那边可以绑 一棵树在那边可以绑 但是呢 心本来没有形象怎么绑呢 那么认为有绑呢 其实是自己的妄想 就是前念今念后念 念念呢 对于过去有执着 有分别 所以才会绑住自己的心 其实呢 心呢 是刹那生命 刹那生命 念念不住 那念念不住呢 一直在 一直生心 一直生心 那么 可是我们众生去绑在过去 绑在境界 绑在他人 或者是绑在自己的色身 自己心去绑住他 那么这里说 如果认识自己的本心呢 就没有人绑住你啊 就没有人让你心不安啊 是自己心 没有办法看开 没有办法放下 所以这里六主说 如果了解自己的本心 本来就解脱 没有烦恼 本来就不可得 那么这个叫做本心 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 如果能够得到解脱 就叫做般若三昧 三昧就是正定正受 正定正受就是说呢 知道说 所受的是无所得的境界 叫做正受 如果所受的是有所得的境界 叫做邪受 就好像我们说 做事观者名为正观 如果知道说 一切为心照 那么是正观 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如果认为说 是别人给我们痛苦 别人给我们烦恼 那就是邪观 那如果说认为说 一切法不可得 那么 受于这个无所得 叫做正受 那么如果受烦恼 痛苦 感受 这个种种的这些 静界 那么这个叫做邪受 那么波瑞三昧 三昧就是正受 因为有正受 所以叫做正定 正定就是心自然平静 自然安定 所以就像我前几天说的 我上礼拜 我回去高雄的时候开车 我突然想说 对 如果我们是把人生 当作是一种体验 体验人生 而不要执着感受人生 我们一般人为什么会痛苦 就是说 你把你的经历 执着感受 所以痛苦 如果我们这个经历 只是一个过程 过程而已 比如什么叫做体验 就像我们世间人说 现在有的人 农村 让你体验种稻子 对不对 那你今天就是种稻子 让你体验柴草莓 今天就是柴草莓 对 让你体验到 像原住民去山上 去捡野菜 对不对 去山上认识这些药草 那么就是体验 体验一天回来 就回到你自己的家 没有在 因为田也不是我种 我也不是住山上 我也不是住海边的 对不对 那个都是 只是一个体验而已 所以就说体验营 对不对 那么有的人就说 我们无量节以来的生死 有无量节的寿命 而且我们的本性 根本就不是这个色身 我们不要认同他 去执着他 去痛苦他 那么如果你去执着 我就想说 如果你去执着 就是感受人生的悲哀跟痛苦 如果你只是去体验 体验人生 体验就是说 你只是去经历了这件事情 因为经过这个 我们说 长知识了 长经验了 有智慧了 那么那个就是一种体验 比如说我们去体验 增长一些见识 增长一些知识 然后得到一些智慧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去体验一下 那么人生 我们去体验这个痛苦 然后我们去得到这种经验 遇到这种挫折 然后你就长见识了 长知识了 然后长智慧了 然后将来遇到 你就不会再重蹈覆测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叫做体验 所以我上礼拜 我就开车想说 对我们要用体验去面对人生 不要用感受去面对人生 因为我有时候开车 一路就一直打妄想 打妄想 然后想说 对如果我们就去体验它 而不去感受它 所以体验 看过听过就放下 对不对 你去参加体验 你刚才去割道 种田 擦秧 那回去洗一洗干净 还是你本来自己 对不对 那么我们人生也是一样 无量节的生死轮回里面 无量节的 发生无量节的缘起 那么我们只是一直体验而已 所以我就说 人生不要太压力 不要太痛 不要太忧愁 对不对 太郁闷 对不对 给自己 自己给自己压力太多 前面说不能解脱 就是你自己把它绑着 绑着觉得我好苦啊 我好闷啊 我好没有意义啊 我人生没有价值啊 对不对 所以我之前讲说价值是因为我们 透过这样的体验 长知识了 长见识了 然后得智慧了 那么这个就是价值 如果人没有办法从人生里面 得到体验 得到知识 得到智慧 那么就叫做没价值 因为他虽然这辈子很快乐 虽然看起来很幸福 可是他没有得到经验 没有得到知识 那么来世一样 一样没有办法解脱 所以这里说 若是本心即本解脱 如果知道我们本心是这样 这个色身不是我们本心 所以圆解经说 一切众生为什么痛苦呢 就是无始节来 望任四大为至身相 六成圆影为至心相 所以受苦 这个叫做无名 无名就是妄念 前面说一刹那间妄念俱灭 妄念俱灭就解脱 那么妄念不能灭 就是要无名 无名就是把四大当作色身 把六成圆影 色身相为处法 受想行事 当作至心 那么因为这样 所以叫做痛苦 那么怎么样是自信呢 自信本来不是四大 色身四大 对不对 就是身体 然后也不是六成圆影 也不是受想行事 那么这个四大观生 四运观心 这个都是虚妄 叫做躁见五运皆空 才能度一切苦二 所以这个叫做 过热三昧 就是说 如果我们知道本心不是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只是一个经历 那是因为过去的缘起 那是因为过去的缘起 所以我们今天有个经历 然后得到这个智慧呢 就是波热三昧 下面说 波热三昧 所以我们叫做五运 五运 五运就是什么呢 五运就是看到一切梦幻泡影 缘起的事情 以为是不知道它是虚幻 不知道它是假的 叫做五运 五运就是说 你不知道这一切缘起 人生的缘起都是虚幻 叫做五运 那么什么叫做妄想 妄想就是执着 你不但不知道它是假的 还去执着它 然后跟着它一同感受 跟着它一种痛苦 跟着它一种 一起去受这些悲欢苦乐 对不对 所以依照佛法里面说 五运是什么 五运就是吃 就是你不知道这些 都是缘起幻化 那妄想是什么呢 妄想就是 你不但不知道它是假的 人家跟你讲说 这些都是虚幻的 你就说没有 这是真的 我嫁是真的 我孙是真的 那么他认为是真的 可是不了解如幻如化 叫做五运 然后更起执着 叫做妄想 就有两重 佛经上面叫痴迷当中的痴迷 第二重的痴迷 第一重就是说 当事情发生了缘起的现象 我们不知道它是假 然后第二重痴迷就是说 我还去执着 说昨天发生什么事 我过去发生什么事 对不对 那么这个叫做执着 对不对 所以就好像我们说 有人说要超度 超度自己 对不对 我之前说超度自己 超度自己 就是说 我们想 人把它想象 如果我们从心理治疗上面来说 想象说 如果能够把过去的伤痛 这些烦恼把它疗愈之后 那你今天的心灵 就会解脱 这是心理治疗的想法 那么我们佛法来说 那如果用这样的话 那过去生算不算呢 如果你能够把过去的痛苦 烦恼 然后再加上无名 妄想 给它超度 就是超度自己 我们一般人都超度祖先 超度冤亲再祖 超度这个往生者 没有超度自己 超度自己就是什么 所以 我们如果照一般以前牌位都是写什么 冤亲再祖 历代祖先 想一想说 这好像不是本人 不是要超度自己 所以我就想说 一定要把自己写上去 比如说照品观 排位上一定要有照品观 照尊神 不然你说你要超度自己 什么超 所以我后来想说 超度 佛力超见佛子照品观 前世今生未来的业障痛苦 就是超他的业障 前世的业障跟痛苦 超越了后 这辈子可能会更开朗 比如说我们人说 在心理学上面说 他很忧郁 他很自闭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过去有心理的障碍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变成忧郁或者自闭 那个心理障碍如果超越了 如果经过治疗了 如果疗愈了 那么今天的心灵可能更开朗 更欢喜 不会常常这样子 又愁眉苦脸 对不对 所以我超度 照品观 前世今生未来的业障痛苦 未来也要超度 我们说 念那个往生理战士说 曰明复复我令法总生长 此世及后生 愿佛常赦寿 对不对 我们希望佛今生也赦寿 未来生也赦寿 对不对 此世及后生 愿佛常赦寿 佛能够赦寿 不管我们到哪里 我们去的极乐世界 或者来世再来去度众生的时候 佛都能够哀明复复我 令法总增长 然后愿佛常赦寿 对不对 那这个是此世及心生 愿佛常赦寿 对不对 然后另外 这边这些超度 前念今念后念的无明妄想 无明妄想就是刚才说 要这个 无明就是不知道这些都是如梦幻泡影 叫做无明 妄想就是说你不知道就算了 还去执着它 比如说我不知道这些是假的 梦幻了 然后我还去执着它 对不对 所以像以前人家不是常听到 那个故事 小沙咪把他师父的茶壶打破 对不对 那不知道他是虚幻 叫做无明 还去执着贪爱他 就像以前说那个金壁风禅 是执着自己的波 执着自己的波 执着自己的波的时候 就会被那个牛头马面捉住 当他放下的时候心如虚空 就锁不住了 那个牛头马面就链子不需要往哪里绑 因为他心在波上面就有心可以绑 就抓得住了 那他心没有在这里的时候 他说 如何能够捉住我金壁风 我心如虚空 如果铁链可以锁虚空 你就可以抓住我金壁风 对不对 我现在心如虚空 铁链怎么锁虚空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做前念、金念、后念 无名就是不知道他是虚幻 妄想就是更加去执着他 叫做无名妄想 所以要超度前念、金念、后念 前念就是过去也是 今生也有 然后将来 希望我们将来都不要再有无名妄想 这样加起来 业障、痛苦 无名妄想 就是无名妄想是烦恼障 业障 还有痛苦是暴障 就是萧三障 怨萧三障 诸烦恼 那么把自己超度了 超度自己的过去生 也许今生会更有善根 更有智慧 对不对 那么又希望将来 生生世世三宝都加持 护护我 不管我到哪里 都能够让我有正念 没有无名妄想 没有业障 没有痛苦 所以这个叫做超度自己 超度自己 后来我又在想 超度又怎么办 人明明在这里 人还是在这里 没有去西方 所以我就想到那个经典里面 有句话叫做 观世音菩萨叫做代果行音 什么叫代果 就是观世音菩萨已经是佛了 但是他现在倒架持行来 视线做众生 那么我们虽然没有果 但是你要想说我已经在西方了 然后我今天是回来体验一下说佛 你如果被超度之后的话 你要想说我再果行音 就是说其实你已经去西方了 那只是你今天来说佛世界 再补充一下资粮 经验一下人生 然后了解一些缘起而已 其实你就是西方人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这些都是假的 只是我们来修改这些人际关系 解决这些素食因缘 我们消一些业障 那么这个都没有什么 因为我已经在西方了 所以我就把它想说 叫做在果行音 就是说你如果超度之后 你就是西方人 你就是极乐事件人 然后你的心态就变成说 我已经被超度了 我已经超度了 我将来一定是去西方 只是说我现在还暂时还在这里 随缘 了缘 对不对 然后解善缘 那么就是我在果 然后我行这个菩萨道的因 对不对 然后用这个因 再庄严我们的果 所以就 改天我要再写这一篇 在果行音 知道吗 所以你超度之后 你就是西方人 就不是这里人 你心态要转变了 不能说跟人家生气 跟人家烦恼 跟人家受苦 这样叫做转变自己的念头 对不对 你要转变 不能跟以前一样 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对不对 我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 因为我是西方人 对不对 我是极乐世界的人 那么 那其实 依佛法来说 一切为心造 对不对 就是你心生所种种法生 你想你是极乐世界人 那你就极乐世界人 对不对 你想说我是娑婆世界人 那你就娑婆世界的人 对不对 如果一般人说 你生是什么人 死是什么鬼 那也是自己想的 为什么死了一定要做那种鬼 对不对 宰生 你就死了 死了 就死了 骗鬼 骗鬼不知道 对不对 都被骗鬼 你就是被人家观念束缚 对不对 为什么要做你们家的鬼 什么好看 对不对 那你就要观念 其实都是一种观念 所以你想说我是佛子 你就是佛子 对不对 那我现在被超度之后 我就在西方 我心在西方 但是身在这里 做佛 随缘 了缘 结善缘 就这样而已 其他的做过就放下 对不对 体验而已 今天来跟人家体验一下 来来来 来念佛 来共修 回去就放下 对不对 死了就去西方 所以就提早超度 提早就超度 我是在想说超度以后 有人就问说师父 我又明明在这里 我没有去西方 只有我有这种疑问 我就想说 好啦 你就想说心已经在西方 对不对 那只是身在这里 我们说世间人不会说 身在朝影 心在汉 对不对 我现在在曹操这边 可是我心在 在汉 刘备那边 对不对 那我虽然身在娑婆 但是心在阿弥陀佛那边 那么你就会改变态度 对不对 改变态度 我们就会进步 对不对 如果我们很斤斤计较 这个也很重要 那个也很重要 不说不可以 不说不可以 不说当然不可以 不会流水 一定要有说 一定要没说不可以 所以 就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你如果想说我是西方人 我是净土人 那么那个就随缘 对不对 就好像有人问说 那牌位要怎么下 我就想说最简单的 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你还满意就好了 对啊 他如果觉得这样写才有效 那就随他 他想这样写就给他这样写 对不对 就像我们之前写说 我帮他写很多过去累积金生 还有父母 他是不要 他觉得太多了 那么他想怎样写 随便高兴就好 最重要是 就是要他那一点高兴而已 对不对 不然你要什么 就是要他那一点高兴 他来的高兴就好 对不对 他来的时候你这么陌生 这也不能下 这也不能下 那么束缚很多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在果行因 你如果超度了 所以如果你们 比如说我们下个月要超度了 你超度之后你要做 你要想 你是极乐世界人 所以你要想去的时候 我给你看 你就知道 哇 叔叔知道 我生人 我这样想去 这样不行 对不对 那么就是 改变那种心态 所以这里说波勒三昧就是无念 何明无念 若见一切法心不染作 就是心没有无明 没有妄想 事为无念 然后呢 我们刚刚说 无明就是你不知道它是虚妄 叫做无明 妄想就是你执着它 执着它 比如说我们执着色身就是我 所以叫做我执 我执 所以我最近看佛经 就是看祖师大德 像慧师禅师 天台智者大师 他说你吃饭的时候 要供养佛对不对 然后还要供养众生 为什么要供养众生 因为你身上有无量的众生 依照经典里面说 世尊说我们身上有八万四千虫 那么八万四千虫 依照经典的意思跟祖师的解释 这个虫是众生 不是细菌 我们人说细菌没有生命 我们在一般我们以前读书 就觉得说跟我们讲细菌是植物 对不对 我不晓得我以前生物化学不太知道 就是讲说细菌不是生命 可是依照佛经里面说 人身上有八万四千虫 这个虫就是里面有很多的众生 很多的众生 而且它是有新的 它是众生 所以我们人死了 为什么身上会有很多虫 因为本来里面就有虫 所以人死后为什么会长虫 因为里面本来就有虫 因为我们这个又有这个 在很平衡当下 它没有长出来 所以祖师就是说我们在吃饭想说 供养这些虫 你要供养身上八万四千虫 然后想说你就乖乖 你不要做怪 做怪你就欧巴生 你不要生这 你不要生那 你就要供养给他吃饭 他就没有欧巴生 他乖乖 你就乖乖 对我念佛就好了 所以依照佛经里面说 我们身上有那么多的虫 就是有那么多的众生 然后这个方法经说 一切地水是我先生 一切火风是我本体 就是说地水火风都是 都是我们过去生六道轮回的身体 那我们身上的身体 也都是其他的众生 并使你吃的肉 你吃的鸡 你吃的 都长在你身上 也都在你身上 我们过去吃的众生也在这 那么过去的历代祖先的DNA 这些祖先也在这里 也在你身上 所以你这样一想 那我们这个人色身不是我 它是一个有机体 就好像一棵树 对不对 我们说 如果一个众生去执着一棵树 去执着一棵草 那就变成精灵 对不对 变成花仙子 那么他去执着草 执着石头 去执着树木 那么以前有个祖师 他就有一个河神 河流有河神 对不对 河神啊 人家都会拜拜 拜拜说 我们过这个河流的时候很顺利 不要遇到漩涡 不要撞到石头 那么很多人都在那个河边 拜那个河神 有一天一个和尚 禅师从那边过 他说你就是一个灶 他说你就是一个灶 就是一个灶 就是一个灶 按灶而已 然后你有什么灵呢 结果那个师父用西藏给他扔了 然后那个灶 他那个灶就按灶了 闭开了 闭开了 突然就跑一个人出来 顶你师父 感谢你帮他扔了 不然都过这个灶 他就过那个灶 这河神啊 人家就 他就 意思就是骂他 你有什么灵啊 有什么灵 有什么灵 有什么蛇 吃这么重性肉 他就把它抖了 然后裂开 裂开那个人就跑出来 所以那就是人的一个执着 对不对 他执着在他遗的暗度 对不对 我们有的人执着在石头 有的人执着在花 执着在草 花草他自己会长 但是有众生去执着他 树木也是这样 那我们人 这样一想我们人也是一个而已 我们只是赞助而已 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众生 里面不是只有我 那是今天给你做王 今天给你做主 万一有一天 你的元清赛助起来做主 对不对 或是说你吃的那些 在头给他做主 那你就变成敌脑 是不是 所以有这个众生 无量无边都在我们身上 那我们只是暂时而已 暂时给你做主管 是不是有你做主管 那么 那么 所以这怎么 依照佛经说 这个就没有我 怎么会有我 里面就有八万四千虫 还有无量的众生 还有这些骨骼 这些组织 全部都是众生 别人的 不是我的 对不对 因为地水火风都是别人 过去的尸体 我们吃的蔬菜 蔬菜也是从过去人的尸体的营养 去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设身 四大假和也 世尊说 四大假和也 他并没有我 你也不能主宰 只是暂时啊 暂时给你做主管 你知道吗 到时你都没管 没办法管 你就没有办法做主 没有办法做主就是没有我 所以这个就是要 依照这个主师就是说 我们是要来超度这些众生的 所以你吃饭的是要供养这些众生 八万四千虫还有身上一切众生 你供养他 供养他 不是我爱吃 所以有的人 也有人这样说 有那种感觉 我不晓得真的假的 就是说 做法会的时候都很厉害吃 特别厉害就奇怪了 有的人就讲到说 是不是这些众生哪 大家都做的来吃 你知道吗 都照着你 大家来吃 对不对 有的人会有这种感觉 很会吃 当然我们不要讲 我们讲说 当然你有体力 有在拜 当然就会吃比较多 当然也有 如果依佛说的 但是我们身上就有无量的众生 所以你就供养这些众生 然后再超度这些众生 超度这些众生 如果讲比较好 比较好 比较对我们有利一点 但是乖乖摩擦 不要痛 不要在那边欲白身 我给你吃就好了 你不要自己吃自己 什么一只自己吃自己 就是等我们死了以后 你没有吃他就吃你自己 对 就吃你的肉 吃你的身体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在喂它 你有没有在给它吃 所以它就吃这个 就好像有的人说 喂狗一样 对不对 你死了以后没有喂狗 狗就吃你了 不是这样吗 有这种社会上面有这种 那我们身上从你死了以后 要你不吃饭 那从吃谁 就吃你的射身 吃你的肉 就钻出来 所以我们 我现在讲意思就是说 依佛经说 我们射身就有很多的众生 所以这个射身不是你的 是大家共用 共用 然后平衡一下 平衡一下才会存在 如果不平衡的话 哪一个比较特别强 哪一个比较弱 那我不平衡 就会死翘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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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依佛法来说 这个是没有我 所以这里说无念 心不染拙 就是见一切把心不染拙 视为无念 就是不要染拙自己 不要染拙自己 所以我们 当然如果我们现在还有正念的话 我们可以去超度这些众生 然后用智慧去做主宅 所以我们要常常有智慧 常常有智慧 你才能够主宰 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 到时候就被这众生主宰 被众生主宰 像有的人 虽然修行 但是有的人修到怪怪的 就被别人主宰去了 被那个妄想主宰了 被那个烦恼主宰了 自己不能够控制 然后被烦恼被妄想控制 所以这个叫做 一切法心不染拙 视为无念 就好像我就想到说 这个西洋 西洋 有的是有宗教 那么另外有一种灵学 灵学 现在有一种灵学 就是说 他要接那个指导灵 要接那个高我 对不对 然后希望那个高我指导灵来指导我 就是觉得说 我们这个人没有智慧 然后有通那个灵来指导我这样子 那么都只有讲指导灵 就是说有一个比我们更高的灵在指导你 然后他们说 地球只有这么一颗而已 那么宇宙当中有无量无边的灵 没有很难得到这个射身 所以那个灵 它就借着你去学习 借着你去经验 那是他们的说法 就是借着你去学习 借着你去经验 当然他们的说法也是说 这个人生很难得 因为要有这个人 很多人在排队 很多很多人在排队做人 然后呢 所以一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灵 那他们认为说一个人身上有很多灵 有些是祖先的灵 那有的是过去生的亲戚朋友的灵 那有的是过去的老师的灵 什么灵什么灵 然后呢 就是借着你 帮你 然后他们也一起来 来得到这些功德 得到这些经验 得到这些学习 那么那是比较高的 高的他们认为有高的 比我们高的那个 说指导灵 当然也有人讲什么 造物主的 那什么灵 那是他们的想法 我就想说奇怪 你们都只有讲指导灵 没有讲那个 比较低的那个 低的我后来想说 如果我们用话来叫卷属灵 对不对 那一些跟着我们学习 跟着我们学佛的那个人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 身上的众生 身上的虫 你拜佛他跟你拜佛 祖先过去的冤亲在主 你拜佛他就跟你拜佛 你念佛他就跟你念佛 你诵经他就跟你诵经 然后我们要去超度他 不要被他影响 所以说我们的身上如果有什么感受 我们有什么烦恼 是我们要去超度那个烦恼 超度那个痛苦 超度那个感受 不是我们去影响他 对不对 你要去 身上有痛 你就当作他是众生 你去超度他 对不对 身上有烦恼 你就当作他是众生 你就超度他 你要去超度他 而不是被他影响 对不对 如果我们被他影响 就是说他痛了我也痛 他烦恼我也烦恼 对不对 他忧愁我也忧愁 这是被他影响 那么我们要去超度 这些人才对啊 所以我就想说 他们都一直讲指导灵 都是很高很高 都没有讲这些 比较苦的人 对不对 如果苦的人 我们就讲 他就是我们的眷属 眷属 对不对 眷属就是说 在这些说法里面 反过来就是说 其实我们一个人 在修行的时候 有很多人 都跟着我们 所以以前的佛经才说 一人出家九主生天 对不对 一人得道啊 这些人都跟着得道 对不对 你如果一个人得道 你这些祖先跟你 这些护法 我们受戒不是有很多护法神 那跟着你啊 对不对 就有护法神嘛 护法神 那么多的护法神 那么多的这些佛菩萨 还有那么多的众神 都在跟着我们这一个人 我们众神的心 有诸佛的护念 还有这些众神 还有这些需要我们帮助的 我们身上的这些众神 所以我们呢 如果依照这样来讲说 那我们责任很大 众神不太多 我如果中众圆人 大家都老死了 我如果落房落地 大家都就散开了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就想说 就是一切法无我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有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你就是 刚这个刚才是想的太远了 妄想 妄想 太远 就是想说 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设身是无我 无我的 对不对 无我就是说 你看设身那么多众神 只是暂时借你用而已 所以我就想到说 我们世间人都会说 谢谢你曾经陪伴我 对不对 男朋友 女朋友 也少人 谢谢你曾经陪伴我 谢谢你曾经爱我 对不对 那我们陪伴的有男女朋友 同学 对不对 邻居 还有子女 父母 都陪伴你走一段 人生的过程 对不对 那我们设身也是 只是在我们 陪陪我们走一段 人生而已 不用太在意 不要太执着 他也只是陪我们走一下 我们将来去极乐世界 这个设身就不用了 你去极乐世界 这些设身 这些阻不得太胖 人家都那个 年轻化身 飞来飞去很快 我们这个太笨重了 没办法 所以他只是陪伴而已 陪伴 好 我们再拉回来 重点就是那个我执 我刚刚要讲的就是我执 我们认为这个设身是我 然后认为执着这个设身是我 然后这些东西是 这个是我身 这个是我物 所以佛经叫做我跟我所 我跟我所就是说 这个是我身 这个是我物 我的东西 这是我的杯子 对不对 我的车子 那我的钱 对不对 那么我们要去除这一个我执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是无明跟妄想 那么因为有无明跟妄想就是会痛苦 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说 用观不用管 对不对 你观就是你智慧去造见他 那你要管 管就是我执 对不对 然后有造无有得 你要造见他 我云皆空 然后你如果有得 有受就会苦 所以 为什么不要管 为什么不要执着 因为 就是会受苦 最后受伤的都是自己 对不对 你如果执着我们的设身 执着我们的家庭 执着我的经历 执着我的感受 最后受苦都是自己 那佛就是要教我们说 我们为什么苦 苦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无明 不知道世间虚幻 然后又加上执着 执着认为说 这个是我身体 这个是我的财物 这是我拥有的 这是我的感受 这是我的情绪 那执着这一切之后呢 结果是什么 就是佛告诉你 痛苦 痛苦而已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就是痛苦 所以叫做祸业苦 对不对 因为有无明烦恼 祸 然后再来造业 最后就是受苦 所以我们就回来 就是要讲不要我执 我执是痛苦的来源 那什么是我执 就是认这个世大为生 我们刚才分析了 这个世大是那么多众生在共用 不是只有你的 不是只有你的 你看佛说有八万四千虫 还有无量的众生 我们吃的众生都在我们身体里面 跟我们一起共用而已 它不是真的你的 如果你认为它是你的 就会受苦 那我们只是借着它来去度这些众生 所以就是回到那个我执 不要执着这个摄身 然后不要执着这个感受 所以世大为生 那么六成原影当作心 六成原影就是说 我看到听到有什么感受 什么想法 什么需求 什么欲望 什么看法 那个叫做心 那么有生有心 就是受苦而已 所以我们再回来 就是超度自己 超度自己就是超度你的无明妄想 对不对 然后超度你的业障跟痛苦 业障跟痛苦 那么这个就是这里说的般若三昧 就是一刹那间 用真正般若观照 一刹那间知道这些妄念都要消灭 无明的妄念 执着的妄念 恩怨的妄念 种种境界的妄念 都要消灭 那么以物极致佛弊 那么你就可以进入自性清净的心地 自性清净的心地 那么我们讲这些就是我们 熏悉这些观念 那你就会走正确的路 对不对 你就知道 嗯 虽然我不是很懂 但是知道大概 是这样 对不对 我也不是很懂 然后大家知道说 我们虽然不是很知道 但是好像应该是这样 才对 而不会说一直在烦恼 一直在痛苦 所以这个叫做般若三昧 所以一见一切法 心不染灼 视为无念 那么17月说 用极片一切处 意不着一切处 用就是用一用 经验一下 对不对 你经验一下随缘 了缘 结善缘 对不对 我刚刚说已经超度去西方了 就随缘用 随缘 了缘 结善缘 用缘一切处 依不着一切处 处处用心 处处没有心 对不对 处处结缘 处处没有 没有制作 那么叫做无所住 行于不施啊 这样等等 但静本心 十六四出六门 但静本心就是说 我们守住菩提自信 本来清静 对不对 这个设身也是虚妄 那么这个妄想也是不实在 使六四出六门 于六成中无染无涨 去来自有 所以在六成境间不要染污 不要分别 不要妄想 然后来去自有 通用五字 来去自有 主要就是去吃杯洗舌 你无所住以后之后就行于不失啊 就是六度万恨 这样来通用无字 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 这个就是般若智慧自在解脱 明无念醒 这样叫做无念醒 就是要去无所住的 就是要去无所住的慈悲洗舌 无所住的去修学佛道 无所住的无所住的 无所住的去随缘 干嘛那么计较 你就是西方人 不要太贪心 你是西方人 不要跟我们执着 不要跟我们计较 不要跟众生烦恼 因为你已经是西方人 只是暂时回来 对不对 我们无量寿经不是说 在这边修一天等于极烈世界修一百年 不是吗? 受此八观再戒 然后精进修一天等于极烈世界修一百年 所以你没有死了 你去极烈世界回来一天再戒一百年 两天再戒两百年 十天就戒一千年 无量寿经写的 所以我们叫做在果行因 就是说如果你超度了 好 你超度了 超度佛子照品观 前世今生未来的业障妄想 前念今念后念的无名 前世今生未来的业障痛苦 然后前念今念后念的无名 放行 超度完了你就是极烈世界的 然后再戒一天担一百年 没死了 两瓶香槟摊 你要会双香槟摊 你没有香槟摊完 因为没有去极烈世界 这边又跟人家痛苦烦恼 你要两边赚 在极烈世界又回来收破赚钱 赚功德 所以就是这里叫做 波热善昧自在解脱 所以如果我先解释一下 才不会有人说 超度佛子说我哪在这里 你就想去世音就好了 就是像这样 像在无念 波热善昧自在解脱 你就是无念 你心去西方了 你何必在这刻 看到这就是假的 就是战死的 让你回来多赚一天功德 过一天 试一天 然后自然就去极烈世界 我们往生不穿鬼 自然就去西方了 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观念 先解释一下 不然有的人 他没有听到这个观念 他会说 是不是现在就能水下去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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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